作为电影《长津湖》的续集 影片《长津湖之水门桥》 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 《长津湖战役》为背景 讲述了刚七连战士 对《咽喉要到水门桥》发起进攻 阻挡美军撤退的艰巨人物 影片以宏伟的场面 极致深入的细节刻画 展现出蒙古刚七连 玉絮奋战保家卫国的家国情怀 发布会上 主创团队和现场观众 分享了电影拍摄中的 难忘故事和感人瞬间 你设想一下 我们要是回到七十多年前 那场战斗的时候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就每次拍完戏 只要拍完戏一收工 我就拿着拎着枪我会走 我就说当年这仗是怎么打的 怎么打的 还打赢了 就是每天我都在想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怎么在那潜伏那么长时间 然后再把敌人赶出去 在主创团队中 很多人都有过从军经历 总监制黄建新就曾是一名军人 回想起那段军旅生涯 他至今难忘 我们有句台词 那叫军人的荣耀 当国兵的都有这感觉 陈凯克当国兵 我们俩有时候会聊到这个 对 会聊到当兵的感觉 那是终身的 那是终身的 到现在我们就遵守时间 从来不迟到 一般不太轻易表态 一旦说完了 这事就当真 就是这些都特别特别重要 据了解 影片《长津湖之水门桥》 将于2月1号农历大年初一 在全国供应 让我们通过一部电影 来回望72年前的1950年 是在共和国的第一个虎年的时候 中国人民志愿军 熊舅舅气昂昂 跨过雅禄江 抗美援朝 保驾危国 用这样一部电影 缅怀先烈 铭记伟大胜利 让我们今天的观众 深深感受到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 贡献我们新的力量 新中国万岁 新中国万岁